何黄在全球要搞竞拍要买 李嘉诚的买的地产的导致绝对超过融创 你别看在国内房地产少 因为他的65%是江家的 他背后会扯出很多金融 那么曾宝宝和张松桥这样的人都被搞定 张松桥在伦敦买了大量的资产 就在我的这个公司旁边买了个两亿多的沙特的皇宫的楼 他敢这么玩 那个张松桥不是一般的傲慢 非常之傲慢 这些所有人导致就他就是给做担保的 张松桥和榴莲熊和恒大 包括国内的融创 还有碧桂园和声创展 还有那个叫李思连的那个张力的 所有的这些人 他会形成一个真的是崩溃效应 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中间的白手套被暴露出来了 李嘉诚何黄在全球现在要拍卖 何黄啊 他一被拍卖 何黄下的产业房地产 国内国外都会暴雷 而且李嘉诚是香港所有银行的股东 包括汇丰 这个时候对香港汇丰来讲 对平安集团来讲 对国内的民生来讲 对招商银行来讲 对中国银行来讲 所有的票据都会暴雷 这个时候就所有老百姓买的保险 我可以告诉大家 分毛没有 相当上墓창的有章行